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如果说你觉得震动噪音在你的驾驶里面 无所谓的话 你可以去大胆地去尝试一下这台车 里面还是一个有边境 像纸一样的头啊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标车 我是薛景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名话 今天就到了这台亚洲式的前后门 那防车梁和甲全那点事 当我们昨天也跟小伙伴去聊了一下底盘的部分 当时如果没有看过小伙伴 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包括我们的网站三大标车 大标车全屏都靠 这个车还是很好拆的 就我们拆的这几个地儿 阿尔罗格罗斯就搞定了 门板在拆下的那一颤子 我都觉得这个丰田 这不愧是丰田 这个省料省到可以让人惊叹的 地步了这个门板之轻 我们再看一下里面的隔音棉 我况且把它称为隔音棉 超薄的高科技 就像在某某电视上面一直在说 我们这个是超薄的什么什么的 真的有点相似 并且大家看 它的隔音棉 是粘在上面的 这个我们基本上没有见过车 是把隔音棉粘在上面的 如果说小班愿意去DIY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面积 你可以去贴一些隔音棉包括说制认板 是因为这台车隔音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差 整个门框也是日系的一种惯用的制作工艺 就是一个焊接的门框 把它打开以后里面会有焊接点 然后这块也是有焊接点 前面这块也是有非常明显的焊接点 这台车做的很淘气 就是它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个材质在没用的地方 例如说这一个塑料的装饰块 一般都是从上到下都给做成这种塑料的块 再者说有那种不愿意去装的对吧 可以去提一些胶布 也是可以达到相似的目的 但是这台车就做的很逃巧 它的装饰块就是做在了后面这一块 而且这一块是在你关门之后能够看见的 上面这一块关上门以后会挡在这个位置 是看不见的 所以说真的很讨巧这种工艺 下面的门板也是一个全封闭的门板 这块是一个塑料的 我们把它拆下来了 里面是有一个圆管型的防状梁 是一个平直的状态 上面是有一道加强筋 在这一个位置也是有两块比口罩还要再小一点的 钉基胶的纸板 上下的门脚垫都是冲压式的 它的线维系也是包素的形式 其实这块也是符合日系厂商一贯的设计的风格 包括制造的工艺 但是我看见了一个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方 它的门板依然还是用现在那种金属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制作的工艺 它并不是一个叫做真正全封闭的门 因为全封闭的门的话 它会有更大的非常硬的塑料去进行相应固定 它的这个塑料很轻很软 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一个钢板特别的薄 并且非常的软 它的厚度是0.6上下 如果你是一个高强度钢板的话 这是有一定硬度的 但是这台车门板用的是一个低强度的钢板 坦坦说我们说 对于这种蒙皮而言 它的确从安全角度来说 并不会参与太多 但是会让你的整车的质感变得很差 反映给我们实际应用的就是 你的关门声音特别的薄 这种钢板的共振的声音 看下就是坦坦坦的声音 不自主的有一种廉价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好 这就是前门的这样的事儿吧 虽然是一个封闭的门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应的气压式的传感器 现在去后门看看是什么样的 好 那现在来到后门 也是跟小伙去先展示一下 超薄超小的格级棉 门码依然是非常轻 同样也是焊接的门 我们看到焊接点 焊接点 这块打开以后里面是有焊接点的 下面这块也是焊接点 后面这块同样跟前门是一样的 它把塑料壳装在了前侧 这也是后面的乘客坐进去以后 首先眼睛会看到的位置 上面这一块都是完全没有的 门板也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我们也是测过了 非常非常薄 大概0.6毫米左右 也是一个低强度的钢 后门就不是那种封闭的形式的 依然用的是传统的塑料布型的防烧膜 很薄 我们在撕的时候也是稍微的使着点劲 这块塑料布其实就会有相应的破损 非常小心把它打开以后 会看到里面的情况 防热梁也是有一根圆管型的 是这样一个角度 同样也是有两条加强筋 这一块它的门的设计和卡罗拉是一样的 因为卡罗拉后面同样也是有两条加强筋 这一压是第一条 然后上边这个位置是第二条 后面是没有吸血压式传感器 因为这种形式是不可能有吸血压式传感器的 脚链也是充压式的门脚链 纤维器是包塑型的纤维器 紧接着就会看一下后排的钢板是有没有 去看一下吧 好 那么现在就来看一下后排的钢板 虽然说内心的感觉希望不大 但是我们还是要眼见为时 后面也是有一个拉链 把它拉开以后 居然有钢板 我真的是没想到啊 喂 这台亚洲市点个赞 后排有钢板了 其实一开始真的不是抱有太大的希望啊 因为我们之前拆过的卡罗拉是没有钢板的 好 这就是后排钢板这件事 那么现在就来到最后一个环节 也就是底板下面的填充物和甲权 它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今天就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再来看看甲权 还有地板填充物的这样事儿 把旁边的饰条打开以后呢 会看到它的地板填充物的那一个棉呢 是回收棉的形式 也是会看到有很多的线头 地板的这个大线啊 缠的还是非常的密的 也是用PVC式的胶部是巨型缠绕的 再往上看一下 门的这个大线呢 实在是有点过于的简约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用我手上这一个PPM的仪器啊 做三个位置的半定量的测试 现在跟小半去说一下我们刚才测试的数据 这个三个位置啊 甲权示范量最高的呢 依然是底板 甲权示范量是0.098毫克每方米 其次呢是座椅的甲权 释放量呢是0.049毫克每方米 那最低的是顶棚0.024毫克每方米 那紧接着呢就是车内空气的甲权释放量 包括说TVOC呢 具体是什么样 我们呢去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车 车内空气甲权和TVOC的释放量到底是多少了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呢 要跟小伙伴去分享呢 就是空气甲权的释放量 测试的方式啊 依然是分时机分光工作法 当然我们的车呢已经完全的准备就绪 是23度上下一度恒温 静置16小时之后 从驾驶席的位置 然后抽取等量的10升的空气啊 并且已经和分时机呢相融合 显色液呢也是低注完毕 现在呢就来看看 在630纳米波长的这种测试方法之下 也是分时机分光工作法的测试方式 它的释放量呢到底是多少 在我们的机器上面显示的数据是0.087 好和美丽方米 简直要去看一下TVOC的释放量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就是TVOC释放量的测试现场 当然TVOC呢也是甲本类啊 有机挥发部机一个总称 也是对身体有害的 车里面味道很浓重的叫元凶之一 测试的方式方法呢 也是和刚才的测试甲权的条件啊是一样的 23度上下一度 密封静置16小时之后 我们看到有个归胶管呢放在我们这个TVOC测试仪 上面呢看看里面的空气啊 TVOC它的含量到底是多少 好那最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仪器上面显示的数据是0.052毫克美丽方米 这就是这台车甲权和TVOC示范量的这样一个测试了 现在呢就回到车前 看看这台车在今天这个环节它的得分是多少 我们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这台亚洲师在今天这个环节的得分 那么依然还是老规矩啊在说今天得分之前呢 先回顾一下前两期的得分 那对于这台亚洲师在前后防撞梁的部分 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呢 它的得分呢是38分 底盘的部分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呢 它的得分是32分 那在今天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权这个环节 在满分43分的情况下呢 它的得分是25分 换到为百分之以后呢 也基本上是60分左右的一个样子 整体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和我们之前拆过的卡罗拉也好 还是亚洲龙也好 因为毕竟是在T&J平台下 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比如说依然是中央是没有头枕的 但是啊它后排是有钢板的 而这一块呢的确啊 拿到了一个满分的状态 当然具体的细节啊 小伙伴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共号大标车 然后包括我们的网站 3w.大标车全民都看 然后里面的文章啊 也是非常细致的 现在呢就回到我们的积分榜 看看这台车 它的积分到底是多少 我们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就来公布一下 这台一汽丰田的加州市 它的最后的多分 因为它的官方市老价呢 是从14万两千八起的 所以我们这一个调的颜色啊 是绿眼色条 那它的施压成绩呢 是47.5分 拆车成绩呢 换算为百分之以后呢 是60分 同样按照25%和75% 这样一个关系呢 去进行计算 最后的成绩 我们精准到小数点后两位 是56.69分 50分啊 基本上是一个中有的 这样一个状态 丰田的TNGA平台而言 无论是卡罗拉也好 还是无论是亚洲龙也好 只至于凯梅瑞而言呢 其实它基本是在一个范围之内 其实这东西就像 大众的MQB是非常相似的 兼这一平台 它就代表它一定的固定式在这儿了 当然了 对于这台亚洲式呢 其实的确有点尴尬 那它具体尴尬在哪儿了 现在呢 也是跟小伙儿再去唠叨两句 老回去啊 先总结一下优缺点 外观这块呢 官方来说 它的定位是一个卡罗拉和 亚洲龙之间的这么一个定位 至少它的官方呢 是这样去宣传的 如果说对于一个家庭单位使用的车 卡罗拉也好 还是雷链也好 它的外观呢 有点太个人化了 哎呀 我这是台家庭用车 我一夹的去开的 似乎感觉啊 从卖相来说 是有那一点点的寒酸在里面 但是呢 对于亚洲龙而言 它的确是一个正经的BQA车 虽然说它也有了非常夸张的外观 但是它的品牌 包括它的品质 可以去弥补这些 当有一个消费者 岁数稍微的大一点 对吧 我举例40岁 或者是岁数更大一点 他又没有能力去消费 像凯美瑞或亚洲龙车的时候 他又觉得卡罗拉 他过于的年轻化的时候 他又想买一个丰田车的时候 哦 这台车可能就是它的一个选择 它没有那么多的棱角 换句话说 它会变得比较平庸 我们其实可以去看日产也好 大众也好 卖的好的车 都是长得比较平庸的车 例如说轩逸对吧 轩逸就是源源滚滚的一个车 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就是因为这种车 它才更适应于家用 对于这台亚洲式的设计而言 他就想走这条路线 然后说一下里面吧 TNGA的那点东西 包括它的配置 其实也是在TNGA的框架之内 但是它的内饰设计 会更偏于卡罗拉一些 就是进去之后 它不会让你有那种好车 或者豪华车的感觉 开起来的事吧 就真的就别聊了 最不想聊的就是开起来的那点感受 TNGA平台挺好的 这台亚洲式是我第一个感觉到 TNGA平台为什么能够调教出这种品质的 打了一个深深的问号 整体的驾驶感受 我甚至于说还不如一台普通的卡罗拉混动 要来的强 如果说你觉得震动噪音在你的驾驶里面 而无所谓的话 你可以去大胆的去尝试一下这台车 然后说一下拆开了里面那些东西吧 整体来说依然还是TNGA平台比较好的一些东西 例如说下面是铝合金的防烧粮 包括说它一些加强粮等等也好 基本上算是在我们的想象的框架之内的 这又是模块化的平台 给予价位不同的车最大的一个特点 在TNGA平台下面最占便宜的就是卡罗拉 它拥有了在这个级别以往日系车 包括说丰田车不曾有过的水准 总的来说呢 如果让我真正的去定位的话 我还是更倾向于把它称为卡罗拉的一个加长版 我们先忘掉这个价格 其实我更倾向于把它当做卡罗拉的一个分支版本 对吧 但是它无论如何 我实在是找不到它和亚洲龙 相似的地方除了它的名字 因为它太像卡罗拉的 所以说它现在这么高的售价才是它真正尴尬的地方 我多花了这么多钱 我们这台车我落地以后已经将近20万块钱了 你就给我这样一个品质的车吧 你就给我这样一个卡罗拉的加长版吗 我觉得这才是这台车最尴尬的地方 咱们说点实际的 站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 除非说您就是一个丰田的控 就喜欢这台车 咱们另当别论 但是但凡有一个选择 到手20万的价格 我买一个天籁不好吗 甚至于我再去努力努力 我购一下凯美瑞不好吗 甚至于如果说您不是去贪这一个五公分的轴距的话 以这个价格我买一个混动的卡罗拉不好吗 所以说给我一个买亚洲狮的利油 最后还是说一句 亚洲狮我们也是从四海店买的 对吧 我们也是真正的去问过四海店销售人员 现在的亚洲狮它的销量真的是比较惨淡的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中国的消费者 也不是为了一个名字 或者是为了一个车厂 就会去盲目消费的消费者了 我相信我们的消费者一定是会慢慢的承重起来的 我也希望丰田也是可以去明白这一点 你们用一个看似比较好的外观 去这么消费我们对于你品牌的信任 最后胜利的一定是那些踏踏实实做食物的自主品 今天大飙车就跟小伙伴聊到这 我就是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的手大名块 当然也是只会说真话的三名块 真的希望这台车如果再降几万的话 其实也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接着我们就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